位在壮卫乡中央大桥下的壮维彩绘稻田 央苗经过一个半月的生长是绿意盎然 而龟山朝日地景艺术图腾已经清楚地浮现 香掌及代表会主席邀请乡亲及游客 前往壮维观光旅游 并且欣赏美丽的龟山朝日稻田彩绘艺术 龟山岛 海浪 渔船 海鸟 云朵加上灿烂的日出 形成一幅壮维乡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景艺术 那就是龟山朝日 这里是壮维乡中央大桥下的彩绘稻田 央苗经过一个半月的成长 已经翠绿来茁壮 而核色的龟山朝日图案 也清楚地在一整片绿油油的稻田内来浮现 成为壮维乡热门的打卡景点之一 今年这个中央桥下的稻田彩绘 是依我们众议党最代表性的龟山朝日图腾 来做一个规划 目前看起来 这个地外的行动速度也算不错 渐渐这个图腾已经浮现 反映我们有幸福的这些民众 来我们众议党在这些春天的季节来这里整个 来看这个田间的美景 来这里驾驾驾 我们这个地景艺术已经年十万多年了 所以每年都多很多游客来这里观赏 来这里住址 来这里逼上打卡 今年这个意象形态真好 可以代表整个众议党可以看到我们的龟山朝日 看着我们的地景 真实的地景呈现在我们的地景艺术里面 非常好 龟山朝日彩绘稻田目前已经进入的赏景期 美丽的地景艺术将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乡长呼吁民众车辆停放在北侧的水防道路旁 再走楼梯到桥上来赏景 不要将车停放在桥上 避免发生危险以及影响到交通 希望来的时候不要把我们的桥梁停在桥上 因为这个桥梁的宽度不是很大 希望可以停在这个桥梁往北边 然后绕回来再停在桥梁下 再走楼梯起来 这样更安全 欢迎大家来到众议 他们众议有同好的交通 来到这里 从这里来看地景艺术 刚才来我们这些海警走一走 我们海警现在有沙区留意中心 还有一个大区的观景台 来我们那儿来看一些 那些太平洋 很漂亮的海 很美的沙滩 然后直接看着我们统水的桥梁岛 撞维才会到田桥梁朝日美景 赏景期预计维持一个半月 乡长以及主席欢迎游客前来撞维乡观光旅游 来到这里欣赏地景艺术 以及感受南洋八景之首的桥梁朝日美景 宜蘭新闻记者 石世民 采访报导 我们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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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筆 盟 金 uniformly 盟 盟 twenty产 中 benefited